请接牌 数位发展部辖下的国家自动安全研究院正式接牌 总参英文特地出席 期许要给国人安心的数位环境 治安就是国安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战略概念 信誓旦旦要强化国家资安 但如今台湾却成为不设防的骇客天堂 盘点近年来重大个资外泄事件 2019年6月 全续部59万多笔文官服务单位职称等个资外泄 去年10月传出有骇客以5000美元的价格 兜售2300多万笔的护证资料 更扯的是健保署前主密被卷入违法调阅健保资料库 各资外泄长达13年 其他像是华航会员资料库300万笔各资外泄 租车业者也有上万名客户受害 全民隐私谢光光到底归谁管 数发部坚称业务主则是资安 各资由国发会负责 蓝军炮轰蔡政府各部会互踢皮球 数位发展部其实就是因应资讯安全 所成立的部会 要整合所有相关的业务 因此现在绝对不是分彼此 或是踢皮球或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花了两百多亿 成立的数发部看起来除了点面线以外 毫无任何的作为 这个部门可以考虑把它裁掉了 蔡总统宣示要打造资安国家队 在一档狂酸民众各资 早就裸奔赞云端 刑政院说要祭出这个手段 目前的罚则是2万到20万 我们会推动修法 把这个罚则提高 修法提高罚则真的有用吗 兰尾之一 叠床嫁屋仍难解资安困境 资安及国安充其量 只是口号治国 这张到彭林佩杰台北采访报导 它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